那么春节就要到了 却碰上了本土疫情升温 尽管花莲县目前仍在保持着加龄的状态 不过接连出现了确诊的足迹 也让花莲县卫生局是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是过年前 陆续的在各乡镇市巡回施打BNT疫苗 也要从1月26号到30号这期间 在年火大街设置随到随打施打站 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花莲县卫生局规划26号在凤林国小 副理老人温康中心 开始施打BNT疫苗接种站 只要年满18岁以上的民众 不管要打第几剂都可以前往随到随打 现在疫情又开始有点波动了 所以不管是家里保护家里的人 还保护小孩 都是希望大家都赶快进行施打 由于卫生局将依照中央规划 暂停疫苗接种 直到初四才会回复 因此将在1月26号至30号 在花莲年货大街舞台前测设置疫苗施打站 赶在年关最后五天的下午四点半到晚上的七点半 替民众接种BNT疫苗 供应的量我们是OK的 但我们准备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充足 还会跟卫生局还有跟中央做持续的就是协调跟安排 预计在193那些我们都会进行这样乍规模的施打 至于过年期间是否开设快筛站 卫生局表示目前先观察是否有染疫热区 现阶段鼓励民众使用居家快筛 可以到诊所索取免费快筛品 保留医疗量能为最大原则 记者高双双预计阵采访报道